《水墨》 《水墨》是中國傳統配畫的一個主要媒介 我因為早年的時候自己摸索傾向於用水墨去畫我的畫 至今我一直都繼續用水墨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我們用水墨的時候 我發現到我每一筆都可能未有人畫過相同的感覺 我們每一筆所展示的感覺 亦都可能是表現到一種全球化的探索 我是用山水的主題為主 亦都反映到中國人在一個農業社會 經過二千年的時候 所確立到的文明 這個文明開始當然會有一個新的面貌 無論中國怎樣變都好 中華文明始終是我們主要的源頭 我少年時代是一個文藝青年 當時我很想在文學方面發展 我當時曾經有一次要做一個詩人 我寫過《現代詩》 就在當時的雜誌和報章發表過 從90年代尾六年代初 我在《香港文藝》也曾經相當活躍 我的名字就是當時用筆名 筆名就原於論語有幾句話 《詩三百一言以弊之》 《若是無邪》 就是說中國古代有三百首詩 一句說完的話 他們表現的思想是沒有邪念的 我不是一個很多盞的畫家 我很多時候都會參加聯展 《香港藝術館》也曾經跟我主辦過展 那時候是2007年 那個展覽之後 我都很少擺一個個人的展覽 我也都不是完全靠我的畫作 作為我的生活的基礎 所以我不是很有興趣商業性的過展 因為這樣 我去年擺過一次在理工大學 當時蘇甫比對我的展覽 我真的有興趣 就知道我很少擺商業性的過展 我特別安排這個展覽 我覺得這裡的空間也很適宜 擺一個較為大型的過展 我特別選了水的題材 作為這次展覽的主題 作為這次展覽